星級卵靜 所以如果做淡的話 我都會選擇3690 中族開始調頭向下 現在大概在173元的位置 如果能接近到 Bollinger Band中族 我估計最好去到 160-170元附近的位置 去做淡的話 那隻博率就高一點 因為就拿回大天平均線 即Bollinger Band中族就可以做到止蝕 而下網的空間就希望他借助大市 可能間中有一兩日比較偏淡的局面 他可能都可以衝到Bollinger Band的底部 大概159元以下 那隻博率就會相對地 就高一點點 可能放低3-4元 就已經博到一個接近10元的匯報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1比2的盈規 給空間 那就相對地會是好些 而在momentum指標上面 也都會看到那個MACD其實現在 在階段4那裡 曾經就扭過上去階段2 但是都站不穩 很快就回到階段4 那也是一個偏弱的局面 看回今次80後頭幾下Alan 這個3690美團的淡倉部署 和上次9988都有點類似 就等個股價彈回 相對高一點點的位置增加直播率 今次美團給的參考價 可以淡巴上169元 看看能否開到淡倉 淡倉選擇可以留意我們升展 12786 12786就是美團的升展 正確率大約9%的價格 6月底到期 就算超短線 或者持倉幾天 時間值選號都不算太多 比到實際槓桿大約3.2倍 12786的美團體探選擇 如果看回向下的參考價 如果從169落到159元的話 對應12786 潛在的升幅又接近兩成 快點到